從高中畢業之後,甚至高中把,就是打這麼多洋籃球 沒有一年輸的球輸這麼多的 就今年其實球衛戰績真的很差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大家不好,其實大家都很努力 只是真的,因為我們這個隊上的隊員,這個組成實在是太年輕了 就只有三個超過30歲 大家在觀念的整合上,不管健康防守其實有蠻大的落差啦 因為他們說真的,很多年輕球員都是從青年隊剛上來 那在一些基本的,你不要說生理強度 生理強度基本上跟CBA都還是有段差距 他們但是甚至連觀念基本上都還有一些,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那也是這個賽季就是慢慢的再跟一些這些比較年輕的隊員 再去做溝通嘛,然後去互相了解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輸球其實氣氛大家都會不好 但是其實大家也是都是想打好球 但是因為一直輸球,你可能就是有時候會用一些錯誤的方式想去幫助球隊 那其實不是走一些比較正確的籃球方式嘛 那只是就是大家互相溝通,互相交流吧 就是把一些比較,大家可以比較簡單一點的,輕鬆一點的方式 然後大家就分享,看大家適不適合這個樣子 因為畢竟在上海的時候,其實我們人員蠻齊的嘛 所以基本上,只要把自己的每一個怕的部分做好就好 那回到這邊之後,你可能事物都要兼顧 有時候你必須要,在做檔菜的時候 你可能要出去報價到對方的小外園 那有時候打到5號位的時候,你可能 講完之後你還得回來輪轉到南下,然後去防對方的大中風 那其實在體能上跟身體復活上,其實在跟上海其實差很多的啦 因為其實這個隊沒有本土的5號位啊 那但是因為打到第四節只有單外園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的大老外下去的話,我就必須要去打到 打到很久沒打到5號位去了啦 從今年回來之後才知道,教練有希望我再去打到5號位 所以說在一開始有點不習慣啦 不過後來還是慢慢的,還是可以接受啦 到現在說真的還是很不適應啦 因為真的沒有人喜歡輸球的感覺嘛 可是畢竟這是職業連賽嘛 你真的只能打完一場,然後隔天,然後到下一場比賽前 快點去把自己的問題跟你跟隊友的問題 然後去找出來,然後去做溝通 盡量做修正做修改,反正下一場比賽的 比賽結束的那個終身長期前,你也不知道輸贏嘛 反正你還是要去努力打好每一個晚上的比賽啦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